那本篇範例是以GT賽車 作為範本 那我要修改他的金額 作為範本 右上角是我們的金額 那我可以先搜索 如果您剛開始的錢是零 我不建議搜索零 因為每一款遊戲的零都會很多組 那我建議可能就是一塊兩塊甚至五六塊 甚至說你數字越獨特 它找的次數就越少 就越容易找得到 那現在我是 二十百千萬十萬十萬塊 二十百千萬十萬 好 搜索 他找那麼多組 沒關係 我買輛車 每個被選 好 那我前年有看到 好 剩下 八萬一千一百三十塊 一樣開始我們的外掛 然後 搜索數據 再次搜索 好 搜索我們現在右上角的數字 八萬一千一百三十塊 一樣 再按搜索 好 剩下唯一組了 好 按搜索 那 輸入你的品項名稱 然後 MONEY 看你今天要改什麼 假如說你今天改等級 就去寫Label啊 之類的 好 MONEY 好 按START 圈圈 圈圈 然後改你想要的數值 那我今天要給他 好 按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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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10 9 改下去了 所以說修改的真的還算蠻簡單的 其實沒什麼困難 只要搞懂它的原理齁 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改 像我會改等級阿 極限值阿 攻擊力防禦率阿 HP阿 MP之類的 其實都很簡單 只要你看得懂它的規律齁 那有一些極限值它可能是用雷加的 有一些極限值是用倒扣的 所以就是看一下你遊戲的方式 那這款遊戲就講到這邊